与大道像是白色水雾一样覆盖整个日本九州地区 山山台风霞强风好雨直扑日本风雨超有感 与大道民众直接放弃撑伞 雄本县与大道像在洗窗户 大分线出现河水暴涨稻田农车都泡水 当地一段监视器画面更看出 在山山台风登陆前有零星降雨排水沟水位还正常 但是等到山山台风在29号日本时间上午8点钟登陆鹿尔岛线后 大分线已经进入暴风圈范围 水位已经高涨到快看不到河岸到底在哪 就连远在爱知县都因为山山登陆前的惊人雨量 发生致命土石流灾情 而根据这次预报 从鹿尔岛线到钢山线几乎都在山山的降雨范围内 宫崎县山区更出现72小时累积816毫米的紫暴级豪雨 这会不会又让日本重演2019年的惨重灾情 当年的十月强台哈吉贝和外围环流相互影响下 欲诈关东 哈吉贝的降雨直接让磁城县等地 大片土地都被滚滚泥流给淹没 也是因为有这段惨痛经历 日本隔年在郊区启动新一阶段流域治水全国计划 在集水区更加强利用原本的地形和生态系统流注雨水 比方说 以除掉森林里明显不健康的树 种植能提升蓄水力的植坯 还有把水田变成水坝 在层层梯田间加装调节水量的器具控制排水 在下游排水区则是要加大排水量 终点是流域治水推广的是全民治水概念 在河道流域内的公司单位甚至学生都要参与 当有紧急事件发生 各单位都要一起应变 另一方面在市区 还是得靠地下宫殿这种巨大的排水工程 大阪东北部的寝屋川市 砸下13亿日币 建深达地下六七层楼的排水工程 另外在东大阪市 看似不起眼的调节池所在地 地下大有选机 毕竟极端天气频繁 暴雨几率提高 治水也得跟着滚动式调整 才能应对突发的天气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均